918地震造成花东地区建筑物及桥梁受损 引发各界关注东部的断层分布 根据地调所调查 断层竟然变长了 918地震造成玉里断层地表破裂长达14公里 其中3公里是新增部分 另外池上断层地表破裂更是长达60公里 像气象局的地震规模瑞士规模6.8 可是学界有一种叫地震局规模 它接近7.0 当然就会造成很强的震动 才会导致这些桥梁的断裂 玉里及池上断层相加的长度 已经接近引发921大地震的侧隆普断层 由于断层长度和地震规模呈正比 未来在918地震相同的地表破裂处 是否可能再发生规模更大的地震 值得关注 这10年来看 瑞穗这一代到凤云这一代 陆陆续续每五六年六七年 就会有规模6.4 6.5的地震 甚至6.0的地震 今年就有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6.0的地震 都只是释放一点点能量而已 还没有完全一次释放光就是了 专家建议历经地震后 有遭受损害的建筑物 必须加强地震勘察 避免再次遭受破坏 大约新闻蔡白云李建宽 台北报导